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仍然扑朔迷离 但习近平和李克强已是毫无意外的既定人选 现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李克强被外界形容为寡言神秘 那么他的从政经历如何?一起来看一看 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的李克强现年57岁 1977年入读北京大学 自1982年起担任北大团委书记后逐渐步入政界 1993年至1998年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1998年至2007年先后在河南省和辽宁省担任党政主要负责人 据路透社报道李克强在北大求学时曾和支持民主者结为好友 其中包括一些在8964后流亡海外的活动家 但最终李克强与他们分道扬镳步入仕途并进入中共高层 外界至今无法准确判断 这段经历对于李克强而言只是年少时的一场梦 还是会在他的性格中植入影响 李克强深具团派背景 出生地与胡锦涛的祖籍地同时安徽 2007年他空降成为第17届政治局常委 据2011年维基解密公开的一份美国外交秘电显示 胡锦涛曾希望李克强成为接班人 今年8月末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称胡锦涛希望任满后不再连任军委主席 但前提是由李克强出任军委副主席 外界普遍认为李克强将在明年3月借替温家宝成为国务院总理 在他成为中共第五代政治核心人物后 他的个人特质也引起外界的关注 据维基解密公布美国驻京大使馆2007年3月的电报显示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曾向美国大使表示 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不可靠 他有自己的方法来进行评估并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 这似乎显示李克强对中共系统内的黑幕有一定认识 而且并不避讳对外界谈及 对于李克强的批评目前主要围绕在 他驻证河南期间交作地区一家路向厅 发生了导致309人死亡的火灾 另外 河南地区因非法裁卸而印发艾滋病蔓延 据英国媒体报道 有多达1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新常人记者林岚 王明宇综合报道